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一般上我们在路上遇见大型罗里都会避而远之 毕竟他们的庞大体积还有视觉上的盲点 是相当容易引发意外事故的 但是如果这些罗里斯基他们是故意在横冲直撞 故意在闯红等等 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话说最近就发生了两起有关罗里斯基 他们公然违规的脱续行为 而且过程还被人拍下来放上网 我们先来说第一起的罗里事故 是发生在霹雳的怡保苏丹阿兹兰沙路上 而且整个过程就被正在等待红绿灯的汽车前和后的行车记录仪给拍下 并且上传到社交媒体 我们来看事发当时的影片 在三天前6月15号的下午5点多 行车记录仪车主在红绿灯前停下来等待 突然后方迎面而来一辆红色罗里 完全没有放缓车速的迹象 反而还加速闯红灯 在事情发生后的一分钟内 车主和罗里同样被困在前方的车笼 只见司机赤裸上身的走下罗里 随后在罗里旁公然小便 行为让人傻眼 那这一支视频被放上网络之后 大部分的网民都表示相当愤怒 并且表示 这名罗里司机他的行为实在太糟糕了 根本就和那些醉酒打架的人没有什么分别 有的网民则说 根据他的经验 这名司机肯定是吸了毒 所以他的行为异常 思想不清晰 希望有关当局能够采取行动 以免危及他人 还有网民直接是点名交通部长陆兆福 询问对方 道路交通法什么时候会修订 应该对那些罪驾司机 给予严厉的惩罚才行 因为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 不过等到民众自己忍不住而采取行动 网民最后还酸溜溜的补充了一句 大马人通常都会妥协 眼睁睁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事情过去就算了 那刚刚说的还是第一单 接着下来我们要来再看 第二起的罗里事故 危险程度还有和刚刚第一起相比的话 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起事故在昨天下午4点左右 发生在柔佛哥打丁一带 那同样是闯红灯 但是却是擦车而过的在闯 把身旁的车子都给擦到损毁了 不过幸好整个过程 也是都被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给拍了下来 我们来看当时的画面 当交通灯转红时 前方的车辆都放缓车速 停在红灯前 下一秒突然杀出一辆罗里 竟然在左右两辆车之间的甲缝 硬生生直闯红绿灯 明显还擦撞到了右侧的红色轿车 以及左侧的白车 再转换车道到左边慢速道 事发后 红色汽车的左侧车身明显受损 望后进口车轮上的护铁都被撞凹了 那这支影片也被后方的车主上传到社交媒体上 最后有网民留言表示 他是这起事故当中白色轿车的车主 他说事发之后 他们追上了那辆罗里 但是罗里司机不愿意配合 过后呢 就很勉强的答应一起到警局解决这件事 让他们跟在后面一起去警局 那没有想到罗里司机到最后啊 在路上还是甩开了后方的受害者 头之夭夭 截至今天下午 哥达丁仪警方啊 就针对事故 受访的时候就说 警方已经着手调查这起案件 并且正在追查 肇事罗里司机的身份和下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